我觉得柯文哲受到很人性的对待了 竟能在门口等他一个小时 在中国怎么可能 你如果在厕所都给你拉出来 后来还给你放回来一趟 你应该趁机还可以录两个影片 给自己支持者做做主播 而且这个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是偷偷的人就失踪了 失踪了家属一年两年 家属都不了人去哪里了 这个民众党也好 柯文哲也好 大概都觉得说 循着这种司法途径 已经是没救了 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 你干的什么事情很清楚 而且说实在现在只能说 在一批可能是智商有限 或者说是人格特质 还会说支持 其他大多数人都没办法认同 都觉得你的言行之间差距 这种反差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说这是因为什么政治手段 说实在是很难接受 但是话说回来 他不用这样子来得到一些救赎以外 他还有什么办法 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在证据上面 法律上面 程序上 你都说不过去 就在柯文哲被搜索 然后带到地检署的 那一天就刚出来 他们就叫吗 就职任当局 一定要出来讲清楚 我是台湾主要政党的主席 那怎么能这样子对待 职任当局要出来讲清楚 我觉得这种说法 都是一种 怎么讲呢 这个非常民粹式的说法 因为说实在在台湾 连陈水扁当过总统的人 对不对 都郎郎入狱嘛 对不对 所以你当个市长 有什么好大呼小叫的 而且说实在 陈水扁总统还挺有贡献的 对不对 那你柯文哲 说你现在八年市长 你有什么建树 最后搞了一堆的弊案 但是他那个贪污守无法 是最简单的嘛 我给你好处 你给我钱嘛 这个说真的 我觉得现代社会 贪官都要做一些防火墙 一些断点 弄一些人头 而且用很含蓄的方法来处理嘛 这个有点太明显了 我觉得不能说他智商不够嘛 一五七嘛 但是说有人说他那个什么 可能健康检查看错行啊 那个一五七不是健康 是血压 我们想咬点别的题目 但是说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 柯文哲案就不停的 有各种各样的发酵 首先我就觉得蛮奇怪的是 这个中国的国台办终于参战了嘛 是啊 然后开一个记者会 陈彬华发言人就是 讲是什么政治追杀 政治迫害 凡是反台这个国民党就是不同意台独主张的 都要在政治追杀 等等吧 讲的逻辑根本和这个民众党的发言人差不多 所以说我觉得 是到底谁抄谁的 每次都是这个中国先发言 然后台湾的这个亲中派抄袭 现在这个陈彬华好像在抄袭这个民众党的发言 我觉得也蛮奇怪 这明显的介入台湾的司法嘛 对 这个您怎么看 所以这个可以从很多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你刚才讲的 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介入台湾司法 换之就是说 他对台湾的一些进行中的一些司法案件表态 那么坦白讲 这就是一种干预嘛 对不对 那么说不好听 关你什么事啊 这个 而且话又说回来 这种所谓打贪反腐 不就是习近平这么多年来一直进行中的事吗 对不对 那么台湾这个 而且台湾做这种事情不是一个运动 台湾对于这种是一种常态嘛 不要说是台湾 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法律是很固定的 那么各种法律的执行 也是按照他应有的程序在进行 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案子 这个对台湾人民来讲 也可以说 也不是很觉得很突兀 也不觉得说很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发动 譬如像说 柯文哲的案子 他是多方发动啊 对不对 台北市议员 然后这个检调单位 然后还有他们很多过去的同志 原来的磕粉 后来变磕黑的 所以这个事情 你说要跟赖清德有关 未免实在是把赖清德抬得太高了 毕竟赖清德怎么能够跟习近平比呢 对不对 那么但是话说回来 这也代表说 人啊往往有的时候 以己堕人 就说因为中国经常搞这些什么运动 包括说有一些这个司法 他没有独立的司法 他都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做 所以说 所以说他就很容易用他们自己的做法 他们的习惯来看外界的一些问题 事实上这也代表说 国台办对台湾的了解还差得远 对 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他说这个凡是因为不同意台独主张 首先就是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 那个郑文燦和林一锦怎么进去的 在台一般的光谱上这都是台独嘛 一般在台湾该说嘛 那么另外一个 那张亚中洪秀柱怎么没进去啊 这个估计也是 对不对 包括侯友仪在选举期间也多次说啊 反对台独嘛 对啊 对啊 那这个爱情德怎么不抓他们呢 是啊 而且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个 而且柯文哲虽然啊 就是晚年也谈了一些什么 养安一家亲之类的事情 但是他也没有 从来没有明确的反对态度 而且他早期他就是台独嘛 对啊 自称是默律嘛 参加那些就是台湾国的活动 还把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撕掉 然后表示自己支持台湾独立建国 对 他是彻头彻尾的财独啊 是啊 基本上就是说 把他因为反台独抓起来 好像这个很薄弱的一个逻辑啊 对 一般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 你如果从别的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比如人权方面的问题啊 或者是你觉得司法程序的有些问题啊 多多少少还可以 有一些台湾人还可以觉得商量的地方 但是你觉得是柯文哲因为反台独被抓 这个大家会觉得 大部分台湾人会就觉得比较荒唐了 对对 另外一个这个人如果从人权角度的话 包括复查已经快两年了 到现在 500天了 对500天了 到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吗 家人也见不到 律师也见不到的状况 这个柯文哲 我觉得柯文哲受到很人性的对待了 竟能在门口等他一个小时 在中国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如果在厕所都给你拉出来 对不对 中国的这个司法 而且就是说 后来还给你放回来一趟 你应该趁机还可以录两个影片 给自己支持者做做嘱咐 而且这个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是偷偷的人就失踪 失踪跟家属一年两年 家属都不了人去哪里 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说 我觉得中国这个喊话 有很多人 包括一些国民党人说 这个对柯文哲感受不见得是好事 没错 但是台湾有一些人在呼应 您觉得这个民众党在呼应这件事情 当然这也表示说 这个民众党也好 柯文哲也好 大概都觉得说 循着这种司法途径呢 已经是没救了 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嘛 你干的什么事情很清楚嘛 而且说实在 现在只能说 在一批这个可能是智商有限 或者说是这个人格特质 还会说支持 其他大多数人 都没办法认同嘛 都觉得你的言行之间 差距这种反差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说 这是因为什么政治手段 说实在是很难接受 但是话说回来 他不用这样子来得到一些 这个救赎以外 他还有什么办法 就没有办法了嘛 因为你在证据上面 法律上面 程序上 你都说不过去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你唯一的一个救赎之路 就把它归注于政治 而且你看就在柯文哲被搜索 然后带到地检署的 那一天就刚出来 他不是叫吗 就职任党局 你要出来讲清楚 我是台湾主要政党的主席 那怎么能这样子对待 职任党局要出来讲清楚 我觉得这种说法 都是一种怎么讲呢 这个非常民粹式的说法 因为说实在在台湾 连陈水扁当过总统的人 对不对 都郎郎入狱嘛 对不对 所以你当个市长 有什么好大呼小叫的 而且说实在 陈水扁总统还挺有贡献的 对不对 那你柯文哲 说你现在你八年市 你有什么建树 最后搞了一堆的弊案 还在那边大言不惭 你是主要政党 对 这个说实在 这表示说他这个人的人格 实在是非常的不值一提 对对对 我在说真的 就是柯文哲案爆发以后 我有一个过去在中国 做很大的一个建商的朋友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们当然做建商 就是主要是就是容积率 最建商的 他说就是说 就是等于上一个市长 要有五百又不给他 然后换一个市长 直接给他八百四 然后我这个朋友说 说共产党的贪官不敢这么做 共产党也有这么中纪委在盯着 对不对 不敢这么明目装难的 这个有点确实吓一跳了 这个而且吃相很难 就是我觉得至少啊 比如说他是批的这个金花城 然后他跟沈青金的什么 一起去参序一起接触 这个是传统政治都要避嫌的嘛 是啊 他就不在乎 他以为别人都是啥子 对 而且他不是说不在乎 你看他这个人就是人格上面 有严重的缺陷 你看他讲的一套公开透明 但是你看没有 他从最早晚上私下走后门 去找蔡旺旺 蔡旺后来都讲啊 他说我这饭店这么见不得人 你还走后门 你看就是 然后你看他去郭台铭 也是晚上去 他谁都没带 然后他去沈青金那里 也是晚上去 去那什么逃出隐园 隐藏其行踪 所以诸如此类 代表说他这个人就是一个 很人格很灰暗的人 都是做暗示 不是那种真正光明磊落的 而且越是这样的人 越要讲 反正很多人 当他特别讲说 我这个天地良心 没事把天地良心挂嘴上的人 最没有良心的 对 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 他讲的是说 最爱说的政治很简单 只要不贪污就可以就好嘛 说的很好听啊 但是他那个贪污手法是最简单的嘛 我给你好处 你给我钱嘛 这个说真的 我觉得现代社会 贪官都要做一些防火墙 一些断点 弄一些人头 而且用很含蓄的方法来处理嘛 这个有点太明显了 我觉得 不能说他智商不够嘛 一五七嘛 但是说 有人说他那个什么 可能健康检查看错行啊 那个一五七不是健康 是血压 他看成智商 是 有可能 做的很多不聪明的事情啊 对 而且我觉得在家里也是 就是太太去 几十次去银行 十万十万的存款嘛 等于说他也意识到这是账款嘛 所以说这就是很标准的 所谓的聪明人做傻事 对 很多聪明人会做傻事 为什么说聪明人会做傻事 因为他低估了别人的智商 他总认为说 以我的聪明智慧 这个 这个 我绝对不会有事 第二个 他认为自己是例外 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例外 尤其是像这种的 什么当医师的 当法官 什么检察官的 都认为我是 仅次于上帝嘛 我可以定人生死 所以这种人会 有的时候会非常自我 然后他自我到认为说 我是例外的 那么 另外他有一种侥幸心理 他认为说 我在台湾的政治上 是举足轻重的少数啊 对不对 我又这么聪明 你看 空手套白狼 还有这么多粉丝跟随我 所以他会自我的陶醉 自我的 这种 这种 这种说服 认为说 人家不敢办我 而且 你看 他选完以后 他一二再再 这样 民进党都不来找我 他一直在 为什么 意思是什么 他一直期待 民进党去找他 因为以他的思维认为说 我掌握了这个关键少数 你一定要来找我 你不来找的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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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作不下去 那你要来找我 你有求于我 我就算有什么 弊案有什么 你也不敢动我 他是用这种的逻辑 所以认为说 没有关系 只要 如果说 我 我 我选了总统 那更了不起了 对 所以 他就认为这样子 他是例外 结果 最后 像很多聪明人一样 监狱里面关的人 傻人不多 都是聪明人居多 他只经营下来 使用不吝点赞 他们最后